原标题 包青天不可能有上方宝剑上方 是专门为皇室制造刀剑兵器和征服器丸的机构 秦已有之 汉复盛名 由于上方所制的宝剑 丰锐无比 必可斩马 所以又被称为斩马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法 由于上方制剑只能由皇室使用 所以 这种宝剑从产生之初 就被赋予了皇权和特权 上方宝剑的称谓 起源于西汉成帝时 根据汉书朱云传记载 直言赶剑的大臣朱云 恳请皇帝赐给他一把上方斩马剑 用以诛杀皇帝的老师安昌侯章语 结果 是与愿为朱云不但没有得到 上方宝剑反而差点丢了性命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折剑朱云的故事 在汉以后的几个朝代中 用上方宝剑 朱杀奸臣匪子 仍然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愿望 以上方剑为名 象征专断权力 并有隆重的寿剑仪式开始于元代 据宋史记载 在忽必烈时 道士张留孙 以神道治愈了皇后的病 帝后大悦 命上方柱宝剑一次 此时的上方宝剑 支持皇家赏赐荣誉的象征 好比当今的勋章 还没有备用于审判案件当中 建立上方宝剑制度 并赋予以专断 专杀和变异形式的权力 开始于明朝万帝 据明史记载 万历二十年 宁夏叛乱 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卫学层 巡抚叶梦雄上方剑督战 结果战胜 自此次上方剑 授予专断 专杀和变异形式权力作法 开始逐渐频繁起来 展开权文不顾历史上 确实有用上方宝剑杀人的案例 崇祯皇帝登基 亲自召见袁崇幻资群平定辽东政策方针 并亲手将上方宝剑放到袁欧师手中 授予他独断专行权力 袁崇幻来到辽东后 用他斩杀了有称霸野心的皮岛都督毛文龙 纵观历史 在汉唐宋元以及明前期 上方宝剑只是人民想象中的象征物 采明朝中后期才成为现实中的一种制度 真实的 包青天生活在宋朝 是不可能有上方宝剑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